李温没有任何人可以管得住她 她说她要告我 她有告吗 没有 我再等下来 李温就爱王上勤与李勘当连游 决恋女儿李温等她告 李温发生的时候我不在家 所以她跟我先生讲的又有一点差距 当然我怪我先生 因为她成人 李温14岁未成人 所以我后来离婚这个是很大的原因 那李温就老觉得要我跟她道歉 我说我已经离婚了 你要我再怎么道歉 她还来我家住过 她有个女儿 还带来到我度假 我还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所以我们关系一直都继续的很好 可是她回到大陆去25年以后 她突然在那里要告我的先生了 她就写一本书 我和李温一起骂 她要我帮她写一篇文章 就是站在她的立场讲这件事情 她也要她爸爸写一篇 帮她写一篇虚什么的 我们两个都没有做到要在中国告 在美国的人 因为都过25年了 你怎么样都不会剩的了 那有人就说可能她缺钱 因为后来我的先生跟大陆做生意 发了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李温的动静 我没有写那篇文章以后 她就对我态度180度大变 她没有跟我通电话 可是一直有email 就骂我 是一个坏母亲 不保护自己的女儿 然后又说我这个母亲 为什么会站在先生的一面 可是李温是很疼女儿 很疼 她很疼 她给她的经济援助 都是超乎一般父母的 有一个朋友开玩笑说 说李温有你们两个人的缺点 可是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优点 讲得很对 我不会赚钱 我会花钱 我喜欢买衣服 李温也是 我跟李温的优点 就至少我们两个人念书还念得不错了 都见了才大了吗 她也很会念书啊 她念的那个学位在美国不难的 很容易的 教育也是最容易的一个 一个系了 李温有一句话讲得很对 她说人在40岁以前 可以怪父母 40岁以后要怪自己 来听53岁 还在怪父母 你会觉得李温让你失望 非常失望 I do my best 我该做都做到了 你跟他儿子见过他 没有 但是我们在Facebook见到 也附加好友 对 这个小孩子蛮纯洁的 他还在他的Facebook登了 我拍卖的时期 我蛮喜欢他的 但是李温这样对他也不太 他不是你的亲生弟弟 但是是一个同父亲的嘛 怎么会告成这个样子 这个倔强是不是跟李温很像 对很记仇 你不是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敌人 因为不爽妈妈和敌人李堪结盟 李温上周还为此写信骂她 卑鄙无耻 因为受访内容后 李温更酸她精神不正常 我本来就是奶奶带大的 王上勤从来没有帮我包过尿布 后来我奶健对我下手 她也从没跟我道歉 就算现在跟我道歉 一切都太晚了 更直言跟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和好 娱乐动新闻 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管好住她 的人士 我来吧 报道 好日快乐 口�ze